那 这些年来 对啦,所以 我还是觉得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 是我投资过最棒的一个投资吧 就真的是 所以 所以拍这么多影片,买这么多器材 我觉得还是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 它的 有点像 所以到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这个 Pocket Cinema 4K 这个投资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值得的 你多了很多东西 用了很多东西 你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可以 刀目 所以用了这么久 我觉得 所以我这样拍这么久 我买了这么多相机 买了这么多器材 那我觉得Pocket Cinema 4K 这一台相机 摄影机啊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投资 那它也还蛮保值的 你自己算算看 4年了 它现在二手的价格 才是它的售价的一半 差不多一半 这不可能在其他的相机 就厂商看到Sony Canon 过一代 那价钱掉多少 又再过一代 那价钱只剩一万多块 这个还可以卖到两万多块 这真的是 还蛮保值的 就它还是有那个价值啦 没有人可以跟它拼 就真的是很保值 很棒的投资 那我会继续使用它 我就看我 到底可不可以 再继续拍个五年之类的 它应该 再站个五年 再站个五年 再继续站个五年 看看 到底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 再继续站个五年 这两台摄影机 继续一直狂拍 到底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也会在网路上 跟它在分享 再继续站个五年 我就不知道它们到底 还会活着吗 还是不知道 就应该是正常使用啦 都没有 就继续再站个五年啦 就看 再继续站个五年 十年 我也不知道 就用到它们两台摄影机 就烂掉为止 我不知道哪边会先烂掉 可能是供电系统吗 或者是 插槽吗 之类的 按键之类的 我不知道 有问题 我也会及时跟大家做分享 再继续站个五年 我也不知道 十年也可以 就持续用到这两台摄影机 可能感光元金坏掉 或是什么东西坏掉为止 我可能觉得最快坏掉 可能是它里面的风扇 风扇的声音 这两台就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 但不知道 可能可以再站个二十年 也不知道 再继续站个五年 十年也可以 就用到持续用到 再继续站个五年 十年也可以 就至于 再继续站个五年 十年也是可以 十五年 二十年也是可以 就用到这两台摄影机 真的是什么感光元金坏掉 或是什么插头 真的都烂掉了 之类的问题 我们再把它淘汰 但不然 我觉得这两台摄影机 就可以一直用 没有任何问题 我 没有在拍摄的时候 遇到任何局限 说 哇 这边可能要再还有一点 或者说 我这个功能想要再多 这样才会拍得比较好 目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 继续拍 拍到它们烂调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